哈囉 這是賀瓏隔離毀滅一百天的第22天 今天是學習日 來學學姓名學 來講 三天一百天 有什麼好怕的 好 切到陸中先 拜拜 誒誒誒誒誒誒 孟子說不孝遊山 無厚偉大 人生在世 傳宗階代乃製作人的天子 然而最重要的 沒落於克昌學後 正所謂後代勝於前代 而子強於父親 然而要使下一代 騰達昌盛 自已選一個好名字為首要目的 名字之好 乃以姓名學為依據 各位 我現在因為隔離 變得超級聰明的 今天早上我在我的隔離房內找到一本破書 叫做 而你命名退典 只能說姓名學對於我而言真的是相見恨晚 畢竟我人生哲學觀就是 實力管他有沒有 運氣才是一切 而這本書大概有個七八種的姓名算法 雖然我現在只看到第六十多頁 但沒關係 因為我越看越興奮 已經洞沒條了 我現在就來馬上算一下我的名字是好是壞 按照這本書的說法 每個人名字有分為五格 天格 人格 地格 外格 總格 性為天格 名為地格 性加名是人格 全部加總是總格 總格扣掉人格是外格 那今天要來算的是 又名主運的人格 人格是姓名之中心點 人一生之命運 由其掌管 可以判斷出其人之性格 體質 能力也 哇 那我的人格是什麼呢 馬上來開算 賀龍 賀 賀的筆畫 1 2 3 4 5 6 各位 姓名學乃終身大事 所以為求禁止我搬出筆電查一下筆畫網站 絕對不是因為我算不出來筆順 我國文超強 我學測十三級分 頂標 那看一下我的賀龍的賀 賀是十二畫 龍是二十畫 所以我的人格就是十二加二十 三十二 三十二的話可以算出 我的人格是什麼呢 有 三十二 我的人格是 僥倖所得 畢啦 僥倖 我人格是僥倖所得 他的敘述有蠻多行的 他說 池中之龍 未得 池之運也 一旦風雲際會便可升天 哇 故因誠實 認真努力 重責任觀念從事 可得貴人提拔 哇 擅多機會者大有成功 但勿違背愛顧之德 方能順利發達 家門龍倉 最大吉之術 哦 所以 雖然叫僥倖所得 但我還是最大吉之術 我就僥倖 我來算一下薩爾泰爾娛樂公司旗下 其他藝人好了 我們來算一下 曾伯恩 曾是十二話 博是十二話 所以曾伯恩的人格是 二十四話 集 哇 曾伯恩是 家門宜慶 始有艱難 辛苦境遇 事在難免 難而才略 知謀操群 正可克服前途難關 達成志願 百首成家立業 富貴榮華財源廣進 足有參謀能力及新發明智力 老當益壯 慶吉子孫之吉祥也 看到了沒 你在不生小孩啊 你慶吉子孫之吉祥也 趕快生個小孩好不好 酸酸的人格是十六話 聽起來就蠻吉祥的 十六 哇 酸酸人格是貴人得助 童話之相得成為首領 然後 能獲眾尊養成就大事大業 富貴榮達之術 哇 龍兄化吉 哇塞 為什麼 為什麼 博恩跟酸酸的吉寫得都 比我的大吉還好啊 我明明是大吉然後我是僥幸 蕭瑟夫叫做柬木懎 柬木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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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唸 他寫 蓄日東升 家門農倉之大吉映祝 他跟我一樣也是大吉 才德兼備 勇斷果爵之精神 任何艱難辛苦都不能阻礙事業之成就 然後 好棒好棒好棒 好棒好棒 本運術過貴真 常人不堪當 勿輕用之 富人既用 用則孤寡 所以喬瑟夫的名字如果是女生來取的話 就會孤寡眾生 因為他 太好了 大吉 所以我 博恩 酸酸喬喬師傅 全部都是吉 好無聊喔 你太無聊了吧 阿不就我們就超棒 然後以後魚肉圈被我們全部統治 好我們來 繼續往下算另外一種好了 比較複雜的 三財天格人格地格 有一個數字 可以對應到金木水火土 那尾數是一二代表木 三四代表火 五六代表土 七八代表金 九十代表水 所以排列組合總共有100多種的命運 賀龍是 天格人格地格十三三二二一 所以是火木木 火木木 對應到的是 我的命運 吉 為人勤儉好勝 頗得生機而能前進 基礎境遇 俱佳 有長壽享福之良好配置 雖然我現在應該要感到 很不高興 因為我現在整個影片 全部都是吉 沒有任何轉折點 但是我還是覺得很爽 下一個 我們來算一下 曾博恩 火火木 應該要凶了吧 吉 哇 博恩 聖運龍昌 扶助或共識者 亦得亦凡風順而成功 基礎穩固且安定 身心健全得長壽享榮裕 但色情亦節制 博恩宜節制 吳應宣 吳應宣對應到的是 金土水 兇 來了 三三的五行是兇 基礎運不健全 若吻石持重 事業集獲順利成功 但有突發災禍 異患甚極腰痛 富能病還有子宮炎 如果孫孫得子宮炎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第一時間 在他的脫口秀裡面看到 這個喬瑟夫的本名是 檢木葵 隨便 水火水的一聽就感覺是兇 水火不容 欸兇耶 真的是兇耶 水火水 喬瑟夫他的說法是 萬事不如意孤立無緣 不僅困難重重 風波不息 且亦患腦異血 心臟麻痺或其他突變之災難而死 不僅 不行 我現在說出來喬瑟夫是為你好 喬瑟夫你要注意一下 沒關係 因為我現在已經 飽讀了姓名學 所以我可以幫你們改名一下 吳應軒 他的軒是車很乾嘛 這個叫 吳應車 吳應車不錯 少了三話 所以他的五行變成金土土 哇 吳應車變極了耶 順利進展以致成功 名利雙收 又敬欲安泰身心健全 可享長壽幸福吉祥之配之 哇這很棒耶 三三改名啊 你改名叫吳應車啊 你的命運變超好的 下一位喬瑟夫需要改名 你實在是命運太爛了 我先把最後一個字改掉好了 因為沒有人會唸 解木鬼 解木鬼的話 對應的五行是水火土 凶 我發現其實水火 都是凶 不可能有吉 應該是因為水火不容 互相相克 所以要改喬瑟夫的本名的話 不能只改第三個字 還要改到第二個字 檢小鬼 檢小鬼 查一下 檢小鬼對應到的五行是 水木火 水木火 欸 這個一樣有火可以嗎 檢小鬼是半吉 檢小鬼能成就事業 得上輩器重 一定啊 這檢小鬼長輩都會覺得很可愛 無奈天地水火相克 顧家庭雜亂 有發生不祥之可能 檢小鬼還不錯啊 比喬瑟夫好記耶 那我幫兩位都改完名字之後呢 身為一個非常良善的好同事 一定要馬上即刻跟他們說 喂 酸酸 嘿 哈囉 我發現一個很驚人的事實就是 你的本名吳應軒 是兇 對 兇女頭啊 沒有沒有 是真的 我有拿書的 我現在是姓名學大師了 我剛剛幫你算了一下名字 我發現你只要把那個吳應軒的軒 改掉一個步手就可以了 你改名叫做吳應車 你是說把乾那邊拿掉 對 改名叫吳應車 還不錯吧 只是你是兇 所以我改名叫吳應車 你就變成吉了 好嗎 吳應車 好啦 喝湯鼠掰掰 唉 唉 講不聽耶 沒關係 畢竟雖然是長輩嘛 他們要把一時接收那麼前衛的名字 吳應車 打電話給喬瑟福 嘿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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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本名 那個 劫鎔 劫鎔 劫鎔好像是兇 滿衰的 你這輩子啊 萬事不如意 孤立無緣 不僅困難重重 風波不息 且易患腦溢血 心臟麻痹 或其他突變之災難而死 這更糟了吧欸 這更糟了吧 沒關係 我還有一個goodnews 你算得真的準嗎 我超準 因為我算我和博恩都是大吉 你什麼 我覺得應該蠻準的 阿水怎麼辦 沒關係 有個goodnews是我幫你改的名字 我幫你改了一個蠻不錯的名字 而且 蠻好聽的我自己覺得 至少不會有什麼字是讓人不太會念的 是 就是你看你的木漢那個 下面那個字嘛 拿掉一些部首 就變成 撿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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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還是性上麻痹好了 欸 欸 欸 撿小鬼 撿 hell 撿小鬼 撿小鬼 撿穿小鬼 撿小鬼 撿小鬼 撿個字